这就是妈妈的女人 这就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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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个事情 怎么样 就是所谓的缘起 或者是因缘发生 是怎样的情况 实际上也是如同前面所说的 它是因果相生的 关系 比方说以疾病来说 好了 如果今天 按照佛家所讲的 负面情绪 这些烦恼 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个呢 是贪欲 第二个是称心 就是愤怒 第三个呢 是无知 有了这些 更进一步的 就会创造出 像嫉妒啊 傲慢啊 更进一步的一些 负面情绪 有时候我们称大家 叫做五毒 而在 佛家的医学 观念里面来讲 贪心 称心 跟无知 会造成 包括 就是火 就是体内的火 旺盛 还有呢 循环系统出问题 还有呢 就是 包括身体的 气的循环 你会出问题 我们在藏医的观念里面 主要就是讲这个 肝火 气 还有呢 这个 内组织液的分泌系统的 这个三大关联系 那他们基本上都是跟 贪心 称心 还有无知 相扣点在一起 这也是一种因果关系 当然当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 一般人不会认为 这个跟内心有关的 比方说 总会是跟自己的无知 造成了疾病 我们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 可是呢 确实是造成 确实是因为自己的 负面的情绪 影响了生理 这些彼此都是有 正相关的 比方说 情绪跟情绪 本身也会互相促成 举例来说 像贪欲 会促成自己进度的嫉妒心 而嫉妒心会促使更多的不善业 而不善业会导致痛苦 但这一切都是有前后 由先而后的一些 递进的次第 这样的递进的次第跟程序 实际上体现的就是 事物本身的英国本元旗 互相关联的一种规则性 第二个问题 有什么好朋友 这个他们说 健康平安快乐 我都有 要活得精彩 知书达理 厚得载物 是我的生活原则 我基本上也努力的做到了 那么我人生目前 希望最终的追求是 一无所住而生其心 请教大师 慧师高见 这就是 会很中心 互相比赛 我们应该做的 一些 明天 没有 封程 你也可以 遇见 人生有道理。 因此,你冒失碾了。 冉氏了吧。 冉氏 方向太陽差距良不眼。 已冉氏有道理和其他人只有你扇德娜誰。 想像花木曽参加CE adds以上。 這是中央的神作師 裡面就是插得的 有一些都是 女的三祲 刃身體是 第二季三祲 是這間一季三祲 就這種風輸了 如何還要 without 全生能 牠也 accusations 这里是 bona Assessment 这班的后班 就在营�着违子住 出现了 又又远 不理不理 causa这些都没在 当年来 我们可以逼 112 那是神秘女路的耳朵 嗯 耳朵 耳朵 那是 那是五年 每年之間就是 十多年之間 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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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之間 一年之間只要打破 打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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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出雙方眼上就在罵我的臉 但隔了眼光啊 市場立成 thế毯的 但是在山上啊 就是在那裡 足以到山上去 在山上叫了 所以她在這裡 有些人有有一些人存在那些人成为性的 他们在看不到的成长 那他们都要拆了 他们都没有做出你的 而你们是人们接触的 某种种種 他们在这一切 我們不見得恢復的 再說一句話 後來我們把價值 繼續讓進入 加士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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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士山 再說一句話題 我們不見得更多的 加士山、加士山、加士山、加士山 這就是你的資料 已經消了 在談判子上面的軍事 所以当时的观众都比较少, 这些人还好, 我们的长期成绩最重要。 要谈这个问题之前, 既要补充上面关于英国的道理, 也要由那个道理来呈现情报, 往下继续说。 首先,英国不管是快乐的果, 或者是痛苦的果, 基本上都是取决于我们过去已造的业, 快乐的业已经是造下了, 当然也不太会有改变, 它就是会成熟为乐果, 苦果同样也是的, 但是还没有成熟的苦果, 我们仍然可以透过进化恶业的方式, 将加以解决, 这还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我们晓得恶业还是来自于烦恼, 来自于我们的贪心, 来自于我们的承恨心, 来自于我们的基督心跟面测心, 诸如此类的, 而这些心理状态是现在仍然存在着的, 在我们内心当中, 事实上就一直有着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承担这些, 这生命所面对的苦乐, 尤其是痛苦, 我们要确定自己所面对的痛苦是过去业的结果, 所以先由这一切是由我自己所造作的后果而加以承担, 但是这样的后果是可以净化我的罪业, 净化我的痛苦的, 其实经由现在所受的小苦而避免将来的大苦, 所以是值得感到庆幸的事情, 然后呢, 晓得原来这些苦都是世俗有因的, 所以我要从苦的因去下手去解决它, 这是我所需要做的事情, 因此呢, 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各种不善业, 我都能够去加以避免, 试图去避免, 透过对于慈爱的培养, 对慈爱的熏修, 逐渐的能够避免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善业, 也就能够间接地避免了日后将要感受大大小小的痛苦, 比方说当我今天被别人攻击了, 我会理解过去生曾经被, 曾经攻击过别人的国防, 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那样的愤恨心, 而能够心安理得地承受这一切, 痛苦不见得是坏事, 比方说今天我们因为疾病而需要动手术, 那手术本身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它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你的疾病, 能够身体获得康复, 所以我们需要从这样的方法去了解因果关系, 那要不过了解因果关系, 跟了解因无所助而生起心的这个, 所谓无所缘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 在佛家里面我们非常讲究三件事情, 也就是所谓的见解, 禅修跟行为, 那见解我们要讲的是根本上的见解, 最重要的一个见解是什么呢? 要了解心的本性是什么? 这个心的本性在佛, 在众生的状态都是完全一样的, 佛的心跟众生一般凡夫走足, 他们的心在本性上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最根本核心的见解, 如何理解众生的心跟佛的心在本质上是一样呢? 就像是电力, 我们讲电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电, 可是就电这件事情本身, 哪个地方有电都是电, 这是他们的共性, 同样的佛跟众生看似不同, 可是他们的心的本性就是具有共性的, 那个共性就是佛的本性, 那我们要如何去看到那个共性呢? 那个被称为佛性的共性呢? 这个时候要从念头下手, 当你不去追忆已经过去的念头, 因为过去的念头已经结束了, 追忆也没有用, 你也不去创造, 不去迎接未来的念头, 而在那个当下的念头去直视当下念头, 认识当下的念头, 既非过去念, 也非未来念的那个当下的念头, 它是如同虚空一样开阔的, 我们说这个叫做新的本性的空的层面, 但你在认识新的本性空的时候, 有一个认识在那边, 所以有个明的层面, 就是有个明晰的层面在这里面, 这个就叫做新的空跟明的不二性, 它既是空的, 又有了知性, 所以这个叫空明不二, 但了知空明不二, 逐渐的了知空明不二, 我们就会晓得原来佛的心, 跟众生的心, 它的本怀, 最根本的那件事情, 就是空明不二, 这个就是所谓佛家最根本的见底, 它既是空的, 又是明的, 这是见底, 而当你能够不断的保持在这样子的见解当中, 让你的状态一直是维持的了解, 原来众生的心跟佛的心, 都是空明不二的, 完全一体的这个见解上面, 反复的安住在这个见解当中, 这个就叫做禅修, 这个样子的禅修, 就能够对付任何的念头, 就像对你来讲, 当你了解了这样的见解的时候, 所有的念头就像是海面上的波浪一样, 它仍然还是水, 它只是行, 这个就叫做禅修, 你把握住见解, 一直安住在那个见解当中, 主要禅修, 由于你有这样的禅修, 你晓得一切都是空明不二的, 一切的念头的本性, 实际上就是佛的自信的时候, 你在生活的一切行为当中, 就不会被负面情绪带着走, 不会被真心带着走, 不会被嫉妒心带着走, 因为你看清了这一切本来的面目, 那么你在生活当中就可以确实的去体会, 去实践所谓的自他平等, 自己跟别人是平等的, 因为你完全看透了, 所有的众生的心都是空明不二的, 这个样子的本性, 而逐渐的你就会看到, 真正的那个心的, 完全真实的那个实相的自信, 清澈明晰的那个自信将会显得出来, 那个就叫做所谓的, 不生不灭的佛的境界, 可是需要达到那一点, 它的下手处仍然是回到刚刚所说的, 你要从因果的规律性去了解, 然后了解此爱, 然后再去观自野性, 之后你才会想到什么叫做, 并无所住的神奇心。 然后再第三个, 如果刚刚提问的, 就是提问的好朋友, 如果有需要针对仁波界的这个回复, 有需要再做一些分享, 或者是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话, 那再请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继续跟仁波界等下。 那第三个提问呢是, 你这个长了一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取代了人力, 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力和科技的应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 数位化的应用, 第四次工业革命, 物理网的兴起, 那么很快就有无人车的应用了, 那么但是人类的烦恼, 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那么人类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请问仁波界, 一般的社会大众, 有没有一个简单容易行的, 枢解压力的方法? 是要有一个严潘的核心, 那就要可以做一下, 这一面都是在河大夫脸, 正在自一画, 都在河大夫脸上至五十三十三十一对 不论前, 也是一样的 Ednavo, 那天超越大夫脸上面 Dry, 那里是在河大夫脸上, 他其實不是在河大夫脸上, 也是在河大夫脸上, 从那里有到河大夫, 探ti 南京都是罗清寺的อะไร 这个再给我参考时间 我用 얼굴에教授你的估计 它是已印象的 那你用也不像三八天这种别施的方法 我看这里有很多人的心里 我会看这里有一些人的汲穿 这些大洋的朋友们都熟悉不了的 所以这个我们的大洋公民这个 我们家有话多数有吗 哪里做吗 什么都没多数有吗 先讲一个总结 就是如果 你缺乏正确的见解 你缺乏对于自我的 如果你缺乏正确的见解 如果你仍然紧抓着自我不放 那永远都会有压力的 因为压力跟我值 跟自我中心是扣连在一起的 只要你有我值 压力就不免会随之而来 而最有能